高雄大樹香是鳳梨重要的產地 近來因為日夜溫差大 鳳梨出現裂果 無法外銷到日本 產地價格也下降了 一台金八塊錢都不到 農民就抱怨說 早早就跟市府反映 也沒有得到積極的回應 對此市府則是表示 已經展開五項的對應策略 舉著鳳梨中的小裂縫 不具名的農民指出 舉凡像這種裂果或小瑕疵 都無法外銷到日本 高雄入村以來日夜溫差大 鳳梨裂果狀況不少 外銷通路不夠又盛產 讓產地價格跌到一台金不到十元 農民反映即使產地價一台金賣八元 都還算賠本 現金售價讓他們無法生存 也質疑政府雖大喊開拓海外銷路 銷量卻不如預期 抱怨政府給的補助 都在貿易商等透露 農民沒拿到 卻得苦惱滯銷的問題 大樹區農會舉出 裂果情況最嚴重時期 在今年二月 隨著天氣越熱 越符合鳳梨生長氣候 水果濃度及品質會變高 銷量渴望增加 農委會也要求農會介入協助 目前產地價格約每台金十五元 但也坦言外銷通路還要再努力 記者王廷成縣坤高雄報導